皮杀直线往前连续强攻 再杀对角 邻居易赢了 邻居易力转了邻丹接班人 晋级了呀 这是2023年泰国大事赛 台湾周天成的接班人对阵中国邻丹接班人 两年的囚风都非常相似 双方熬战的七十七分钟 达得非常精彩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台湾南单会来的表演吧 有些被动 好球 抓队突击 漂亮 第一句比较上来 温红药的发挥还是更加的出手 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好 好球 好球 继续保持控网 就连这种反派的勾对角都能够做出来 好球 虽然邻居不停的追分 但是温红药一个扣杀 比较轻松了在地区 报价 刚才新号出了点问题 而第二句比较上来 邻居上半端11比9领先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对局 连续的放完后 自己头顶去的杀球 直接出界了 温红药这个抢往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但是这把突击啊 不像第一击那么犀利 往前抢得很好 哎呀 这个球就体现了温红药的弱点 他的杀球没有明显的变化 线路很直 很容易防住 然后进攻连贯 又不如林俊逸 这球两轮的攻防太厉害了 最终还是林俊逸 靠着自己的防守 找到了机会反击 2750分 32强也就是第一轮 是1670分 冯红药快速的抢攻 17比15领先2分 我们来看看林俊逸的关键球 是怎么打的了 总决赛12000 也是一个往前的抓推 这都是男双的打法 我们都是周二的凌晨能够看到 又被动了 这个挡球太漂亮了 而且邻居杀球的角度真的非常大 这个所谓的信心啊 都是胜利积累来的 没有平白无故的信心 连续的空球后 直接一个跳杀的时候 这球打得霸气 温红药关键时刻出现了失误 这个钩对角太害羞力了呀 邻居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做温红药主动的时候 邻居拿下第二局 比赛拖入决胜局 可以看出关键球的 温红药失误还是比较多 否则的话 会成为运动员的一个短板 在高水平的 对抗中啊 这被队友抓到短板的话 那是 非常麻烦 决赛局上呢 邻居7比95落后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对决 但是一定不能存在明显的短板 底线球控的非常到位 还是控制这个底线 这个前往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三分的情况下 对方打了一个5比1 小高潮 看刚才邻居这个后撤中啊 非常被动了 还是用头顶去击球 温红药也来一个突击的时候 结束三分段 两个底线控制非常到位 温红药这球防的确实是顽强 明镜的杀球有点可惜了 对了不小的考验 这球终于杀到了 那邻居一直这样去杀 那他的监控能力是游牧共睹的 好球 再杀一个邻居打得太漂亮了 温红药这个球就有点着急了 这球的高度并不够 但是他还是强行去杀 这项技术的建立啊 跟步伐的关系 这场跳沙真的是太霸气了 而且明镜的进攻连关系 打得也非常好 这个球啊 这个球不是一个个例了啊 这场比赛不止一次了 往前球远的歌手 明镜追平了比分 温红药这次有点崩了 你看这都开始乱打了 哇 连军一阵防守 把温红药都看待了 愣在了原地啊 温红药这球抓得很快 直接打到了连军一的脸上了 漂亮 欧红药直接杀直见 再次追平的比分 关键球居然发球失误啊 这形态太差了 明镜拿到比赛的赛一点了 哎呀 顽强防住了两半之后啊 最后 林军用自己非常连弯的突击 战士温红药进击 这场比赛 林军也打得太霸气了 关键球也体现了 比对方更加沉稳的心态 希望他能再接再厉 冲击冠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